這個手機跟手本不是他從證監會就開始就有了嗎 今天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問題 這是違規是嗎 協調會有做 辯論會是違規是嗎 那就是違規啊 民國89年8月4號 蔡英文總統你親自答覆的 一個中國可能是未來5年10年 甚至更久 兩岸共同共融的一個體系 民國89年8月4號 你親自說的 你是不是在賣台 民國89年8月你是陸委會主委 你在立法院打詢陸委會的年報都有 未來一個中國是台灣人唯一的選擇 親愛的蔡總統 你是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 這個手機跟手本不是他從證監會就開始就有了嗎 今天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問題 這是違規是嗎 協調會有做 辯論會是違規是嗎 那就是違規啊 那手機的問題是這樣 在證監會的時候 中選會對於手版手機都沒有限制 那我們確實也發現說 這個韓國瑜候選人 在這個證監會的過程當中有使用手機 那我們今天有看到類似的現象 我們有看到他在使用手機的現象 那韓國瑜的陣營也表示說 他沒有在傳訊息 但是他確實有帶手機上去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如果照今天三方陣營跟這個公視協調的結果 除了A3的手版在聲論跟結辯的時候可以用以外 其他都是不被允許的 那這樣算不算違規 我想社會大眾會有一個公平的 我這裡有公視新聞部經理傳給我的line 他有特別講 就是兩個部分 一候選人在台上手版使用原則 候選人可以於深論第一階段跟結論第四階段可出示手版 手版不得超過A3大小 不得使用手版之外的其他輔助器 如iPad 書籍 同理自然也不得使用手機